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第二纪元,也就是指导王之前的三千多年 阿尔达星球在经历了愤怒之战后,大魔王摩狗斯被赶出了世界 维林诺的精灵大军已经离开中州,少部分的精灵在林顿建立了基地 继续追讨溃散世界各地的半兽人 这时,一个名叫索隆的妖术师,偷偷暗中集结了这些散兵游泳 酝酿着巨大的阴谋,准备东山再起 精灵凯兰就是留在中州的一员 她有个哥哥,从小兄妹情深 哥哥是凯兰眼中的偶像和人生导师 然而哥哥在追缴索隆过程中牺牲了 身上被留下了索隆的印记 成年的凯兰发誓要替哥哥报仇 带领搜索小队从佛伦威智追到北荒原 今年累月,老尖巨滑的索隆一直销声匿迹藏在暗处聚集力量 当整个世界都几乎把索隆当作一个传说 并几乎遗忘千年前的那场冲土大战 固执的凯兰依然不肯放弃 走遍天下,终于在寒风凛冽的北荒原 佛罗德的一座晦气的巨大建筑物里 发现了索隆的印记 他决定继续往北搜索 但一路的长途跋涉和艰难险阻 让跟随他的精灵战士们已经精疲力尽 忽然,一只巨大的雪地十人妖突袭了队员 令所有队员的士气再遭疯犯 在凯兰杀死十人妖后 所有搜索队员决定不再前进 凯兰也不得不放弃 跟随大家返回林顿 在安杜因河东侧的荒原 生活着一群被猎人称为毛角族的霍比特人 有陌生人经过时 他们就将村子隐藏在树木和枯藤草堆之下 危险解除 村子瞬间热闹起来 女孩诺瑞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经常带领孩子们偷跑到旧农场偷吃蓝莓 她的母亲对此很担心 时常劝告她不要去做出格的事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才是霍比特人的正道 但这显然无法说服这个与众不同的诺瑞 为红色枫树叶染红的林顿 是高等精灵在中土的重要中枢之地 正在树上潜词造具的艾龙被告知 以后的议会会议不再邀请她参加了 另一个消息是好友凯兰已经回城 艾龙迫不及待的就去寻找 老友相见愤爱开心 凯兰告诉艾龙 此次回来是为了向高王申请组建新的搜索队 因为她已经在弗罗德的魔狗斯旧城堡里 发现了锁龙的印记 只要继续搜索就一定会有收获 艾龙劝为凯兰 她屡次三番的违反王命继续搜索已经让高王很难堪了 再这样下去定会惹路高王 这次刚回来不要操之过急 等庆典之后再找机会向国王请愿 庆典中 精灵国王为凯旋而归的搜索队颁发荣誉 奖励他们穿越灰海回到精灵老家维林诺居住 兴高采烈的精灵们燃放烟花庆祝 而凯兰却独自来到哥哥的雕像前 艾龙追寻而来 他安慰凯兰 这些年对魔狗斯的鱼孽索龙的搜索 应该告一段落了 按照精灵王的安排 回到蒙福之地去休息疗伤 只管把索龙的事交给他 但凡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不会放过 凯兰被说服了 踏上了去维林诺的船 可就在船即将穿越迷雾到达维林诺时 凯兰犹豫了 最终跳船留下 目送船消失在万丈光芒之中 南方是人类居住的地区 亚龙迪尔是个精灵巡逻队员 在人类居住区维护安全 防止逃散的伴兽人的侵扰 但精灵卫队的存在让人类充满敌意 对于60多年寿命的人类来说 一千年前的世界大战太遥远了 足够变成一个吓唬小孩子的故事 而每天造访的精灵却是令人讨厌的存在 村里的一位单亲妈妈布伦温 对亚伦充满善意 温杰是村里的药剂师 会治疗一点人和牲口的小病 他送给亚龙一些花种 两人的暧昧被一起巡逻的队友发现 队友警告亚龙 精灵与人类的爱情都不会有好结果的 回到邵站 高王宣布战争结束的通知送到了 所有远方邵所的精灵都可以回家了 亚龙显得郁郁寡欢 邵所队长对人类的鄙视之情溢于言表 他希望亚龙让这短暂的时光成为记忆 其实亚龙放不下的并不是这种巡逻生活 而是温杰 于是他来到温杰家 温杰的儿子对亚龙充满敌意 他跑入骨仓 翻出一个藏在地板下的箱子 里面是一把他无意中发现的残剑 剑身上清楚地刻着锁龙的命迹 温杰已经知道精灵要撤走了 当亚龙抑郁向温杰诉说终尝时 一个农民带着生病的母牛来求医 亚龙发现牛奶都已经是黑色的 于是决定到牛吃草的地方去查看 温杰也一同前往 这片名为霍顿的地区是温杰的出生地 所以温杰对此地非常熟悉 当两人爬上山顶遥望 眼前的霍顿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一颗火球划过天际 掉落在霍比特人村子不远处的地方 好奇的诺瑞跑向火球掉落的地方 在巨大的火空里躺着一个神秘的男人 身为杰出的精灵工匠之一的凯勒领主 有个雄心勃勃的制造计划 完成他需要大量的人手 他求助制高王解决这个问题 但制高王也没有富裕的工匠可以派遣 于是就把艾龙推荐给他 艾龙建议寻求矮人帮助 碰巧他与矮人王子都灵是好朋友 信心十足地带着凯勒敲响了矮人国的石门 不曾想 竟然吃了一个闭门羹 为了见到都灵王子亲自问个究竟 艾龙假意向都灵发起了长须足竞赛 都灵轻然接受 两人终于见面了 不过都灵王子看起来满腹怨愿 全心全意要战胜艾龙 长须足竞赛就是岁大石比赛 看谁敲碎的石头多 胜者可以向矮人提出一个要求 输了就永远不能踏足矮人的领地 矮人世代开山屁石的建造巨大的城堡 都灵王子对这个比赛显然稳操胜券 艾龙在砍断了一根铁锹之后决定认输了 胜利的都灵心满意足开怀大笑 在离开的升降梯上 都灵王子终于忍不住说出自己生气的原因 原来艾龙不仅错过了他的婚礼 还缺席了他两个孩子的出生 整整20年没有联系 这让把艾龙当成好友的都灵耿耿于怀 艾龙诚恳地向都灵请求原谅 而都灵在发满一通孩子的脾气后 就把艾龙带回了自己的宫殿 介绍给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一起共进了晚餐 在餐桌上艾龙提出 想请求矮人帮忙提供人手 参与凯勒的制造计划 都灵王子同意向国王父亲 转达艾龙的请求 霍比特人诺瑞和波皮 把火堆中的神秘人救了出来 藏进了村庄不远处的树林里 诺瑞每天都给他带食物 这个神秘人在树干上刻下奇怪的符号 他还具有召唤风的能力 但是诺瑞完全无法与他沟通 频频发生的异象 让霍比特村庄感到危险 于是决定迁徙到更安全的地方 这一天诺瑞的父亲意外受伤 大家都意问纷纷 诺瑞家会不会无法跟上迁移的队伍 诺瑞感到自己必须多分担一些家里的工作 他来向神秘人告别 没想到神秘人居然可以与昆虫交流 萤火虫在他的私语后 在天空拼成了一个像星座一样的图形 诺瑞在冥冥中感受到了召唤 他觉得自己应该帮助这个神秘人 找到那张像星座一样的地方 亚龙和温姐来到废墟般的村庄 防导屋他的村庄里空无一人 一些可疑的地道通向美护人家 亚龙让温姐回去通知大家逃离 自己跳下地道一探究竟 地道里四空八达 狭窄幽臂 亚龙在墙壁上发现半兽人的指甲 隧道尽头的响动让亚龙慌忙躲藏 却在一个沟渠中 被来自身后的突袭遭遇 温姐忙着跑回村庄 在酒吧里告诉大家自己的所见所闻 却被当作谣言无人理睬 无奈的温姐只好回家 回到家却发现家里一片狼藉 地板上通了一个大洞 还好儿子西欧躲了起来安然无恙 正在这时 地洞里发出奇怪的声音 温姐慌忙躲进了储藏间 一只半兽人从地洞里爬了出来 直奔温姐而来 于是母子俩开始了一场人兽大战 最终两人合力杀死了半兽人 温姐提着兽人头再次来到酒吧 所有人都吓坏了 这次温姐告诉了大家 事不宜迟马上收拾东西 一起前往精灵哨塔寻求庇护 路上逃难的队伍浩浩荡荡 西欧在屋里打包自己的衣服 他小心翼翼地拿出藏着的残剑 残剑如同苏醒了一般 吸制着西欧手上伤口里的鲜血 鲜血让他仿佛有了生命一样开始生长 这让西欧非常兴奋 这时温姐的呼唤声打断了西欧 西欧忙着收起残剑 出门与母亲一起前往精灵哨塔 凯兰在灰海中奋力游泳 海底不时传来海外恐怖的嘀吼 精疲力尽之时 迷雾中划来一艘破烂的残船 船板上的人对要不要救凯兰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最终凯兰还是被好心的女人拉了上去 可还没等船口气 巨大的海怪从海底跃出 彻底把残船撞成了 凯兰跳入海中奋力游泳 终于逃脱了海怪的视线 一个名为赫尔的幸存者 在几块木板拼成的浮沫上救起了凯兰 在聊天中凯兰得知 赫尔的家乡是南方某国 因为家乡被伴兽人袭击 所以他不得不冒险沉船出海逃难 结果遭遇海怪船只沉没 凯兰要求赫尔给自己带路 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伴兽人和索隆 正在这时 黑云压顶 一场暴风雨来临 凯兰被一个巨浪打入了海底 还好 赫尔及时将他救起 暴风雨过去了 两人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 这时 一艘大船发现了他们 凯兰在船舱里醒来 神秘小子给他抬来了食物 凯兰抬起头 刚想吃 又警惕地停了下来 先询问这个船的主人 是真心要帮忙 还是想趁火打劫 他之所以这样问 是因为在摩克罗斯大战之后 时过境迁 曾经一致对敌的联盟 早已渐渐疏远 甚至有的人类 对精灵充满了敌意 这在第一集里 巡逻队员亚龙所在的南方 就是这样 人类的短暂寿命 所带来的短视和自私贪婪 也让精灵对人类的信任 早已不再如辜 更多的是怀疑和鄙视 而神秘小子直接告诉他 这范里没有毒 想必先醒过来的他 早已已身试毒了 船上的船员眼神不善 船主话语间充满了戏虐 他告诉凯兰会带他去见自己的统帅 凯兰发现匕首也被这个人拿走了 船驶向一个巍峨的入口 船帆上印有太阳的印记 还有高塔上熊熊燃烧的烈火 都揭示着他们与精灵之间的渊源非浅 当船驶入水稻 两边的巨型雕像让这一段的景色显得无比壮丽 其中一个瀑布从手中喷出的巨像 似乎是众水之王的雕像 凯兰马上意识到这里就是被称为西方之地的 鲁门诺尔王国 果然 在船驶入港湾时 一个巨大的雕像耸立水边 那是埃亚仁迪尔的雕像 它是魔戒史上非常有名的半精灵 它的故事几乎可以单独拍一季前传了 它有两个儿子 一个就是精灵艾龙 另一个是埃尔洛斯 两人在选择做精灵还是做人类的时候 埃隆选择做精灵 而埃尔洛斯则选择做人类 成为鲁门诺尔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鲁门诺尔王国是一个航海技术高超的海洋强国 鲁门人是古代伊甸人的后裔 他们的寿命要比普通人长三倍以上 神秘小子似乎对这个地方感到非常陌生 而凯兰却很熟悉 他向神秘小子介绍 鲁门人曾经是精灵的忠实盟友 这个岛屿是维拉从海中用魔法升起 送给鲁门人安家的礼物 这个岛距离不死之地的维林诺 要比距离中洲更近 但奇怪的是 鲁门人突然就对精灵疏远了 而神秘小子对路上的铁匠铺比较好奇 鲁门王国的建筑真是辉煌而壮丽 让人看得大干爽眼 很快两人就被船长埃兰迪尔引荐给摄政公主 神秘小子让凯兰与自己一起行中洲王国的跪拜里 被摄政公主拒绝 在鲁门王国不必行下跪里 神秘小子尴尬致歉 公主要求他们自我介绍 凯兰的名头真是阵容发窥 神秘小子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脚滑而复杂的情绪 他的自我介绍似乎在隐瞒着什么 这时重要的人物法拉宗登场 鲁门王国目前分为两大阵营 一边是渴望追求永生不死的中王派 中王派仇视众神维拉和精灵 法拉宗就是代表人物 他现在是摄政公主弥瑞尔的辅佐大臣 也是弥瑞尔的堂弟 不过角色年纪有点让人糊涂 剧中的法拉宗看起来要比摄政公主年纪大的样子 头发都斑白了 这时的弥瑞尔还是摄政公主 说明老国王还健在 另一派是坚守对众神的信仰 亲善精灵的忠贞派 老国王还有船长埃兰迪尔加 都属于忠贞派 不过目前忠贞派在鲁门王国处于劣势 凯兰向公主请求一艘船回中州 法拉宗马上说 鲁门人不接受精灵的支配 凯兰便提到 鲁门岛本就是维拉赐予的 这句话在暗指鲁门人与精灵的合作历史 以及皇族是半精灵后裔的渊源 现在给精灵提供一条船并不过分 没想到 米瑞尔公主言语间也在与精灵划清界限 交谈中渐渐地充满了火药味 神秘小子马上出来缓和气氛 把公主称为女王给足了公主面子 声称愿意留下来 等待公主再考虑一下 不急着做决定 米瑞尔公主看了看法拉宗 法拉宗站出来做了决定 留他们三天 这三天精灵凯兰不能离开宫殿 这场殿前交涉 米瑞尔公主根本毫无主见 一切事物基本任由堂帝法拉宗来主导 可见法拉宗对朝堂的影响力可不小 离开之前 神秘小子主动拥抱了船长埃兰表示感谢 这让埃兰颇感意外 但也欣然接受 其实神秘小子这个突兀的拥抱 是为了拿回凯兰的匕首 这让凯兰对他另眼相看 也开始更加怀疑他的身份 看着两人离开 法拉宗警告堂姐米瑞尔公主 不要重蹈老国王的覆辙 米瑞尔的父亲 因为亲善精灵而被国民的弟弟反对 法拉宗就是国王弟弟的儿子 船长埃兰迪尔来自岛屿西部的安都亲王一族 他们是开国之王埃尔洛斯的直系子孙 埃兰的全名埃兰迪尔的意思就是精灵之友 他的父亲是忠贞派的领袖 正因为如此 整个家族被忠王派排斥 从御前会议成员中开除出去 成为普通的卫队舰长 他有个儿子依西 在后来的故事中 他们将逃亡中州建立著名的刚多 依西把力量之界占为己有 这是第二纪元结束时的故事 我们慢慢来看 这时的依西还是个乳羞未干的小伙子 为了能够进入海军服役而努力的普通船员 当船员们来到岸边 他们对着大海喊道 大海总是对的 这句话瞬间让人想到法国兴旺朝之母 阿涅斯·瓦尔达 在2019年的纪录片 阿涅斯·论瓦尔达中 结尾的那一段 难道是一种致敬吗 还是一个巧合 无论如何 这句话真是给看过纪录片的人 带来了不同的感受 皇宫中的这棵白树名叫宁洛斯 它是精灵送给鲁门王国的礼物 每当黄昏来临 就会开出繁花 但随着鲁门王国与精灵的疏远 白树开始凋零 老国王曾经预言 如果白树死去 那么鲁门王朝也就气数将尽了 明瑞尔公主想知道埃兰的立场 指责她把精灵带回来 最后给埃兰一把剑 让她去证明自己 埃兰找到了逃出宫殿的凯兰 用精灵语告诉凯兰自己是精灵的朋友 并带凯兰起码来到了开国之王 埃尔洛斯的大图书馆 凯兰见过埃尔洛斯 他是哥哥的朋友 墙上有埃尔洛斯的画像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这个人与埃尔隆德长得一模一样 因为他俩是孪生兄弟 凯兰惊叹鲁门王国 还保留了这个图书馆 埃兰介绍这是老国王的功劳 但是老国王已经被亲弟弟 和鲁门国民给废除了 独自在一个塔里 郁郁寡欢 紧接着 埃兰给精灵看了一份 来自人类间谍的报告 里面那一张纸上画着熟悉的图案 凯兰突然发现 他一直以为的索隆印记 其实是一张中州大陆的南方地图 另一张上的名文 写着一个在摩格斯失败后 由索隆继承他的黑暗势力的计划 这让两人感到事态严重 报告里还加着一张灰迹图案 让凯兰猜到了神秘小子的身份 神秘小子跑到铁匠铺找工作 铁匠告诉他 只有获得铁匠工会的职业勋章才可以 于是他干脆就偷了一个 却不想刚走出几步就被人追上了 神秘小子也不甘示弱 轻松搞定几人 结果被文讯赶来的卫兵抓个阵兆 从图书馆回到都城 埃兰船长告诉儿子依西会驾船 护送凯兰回到中州 希望儿子努力完成海洋试炼 跟随自己一起 儿子却要推迟试炼 这让老弟埃兰为儿子这种擅自做主感到生气 他斥责了儿子 这时女儿获得了建筑师工会学徒的资格 埃兰在为女儿高兴时 儿子依西则负妻而去 凯兰回来后 则找到被关押的神秘小子 这间关押的牢房中间有个漂亮的雕像 预示着这里之前并不是监狱 神秘小子还在撒谎 凯兰直接点明他的身份 他是 抱歉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应该是个虚构的人物吧 暂时就当一个破产版阿拉贡吧 毛角族村庄开始庆祝丰收节 这个活动是一个传统 目的是为了即将开始的艰难迁徙做好准备 诺瑞的母亲为丈夫受伤的脚而担心 诺瑞却想去偷萨道克的新作书 萨道克·布罗斯是毛角族的探路者 他有一本代代相传独一无二的新作书 他靠这本书带领大鹏车队 沿正确的道路迁徙到下一个定居点 这本新作书是用一系列的符号 来记载重要的自然节律作为列表 以方便掌握迁徙和定居的时间 诺瑞认为这本书里的记载 可以帮助那个怪老头找到想去的地方 好友波皮反对着 但最终波皮还是帮助诺瑞拿到了想要的记录 没想到在庆典中 怪老头却不慎将记载新作的纸片烧毁了 还弄倒了聚会的帐篷彻底暴露了自己 诺瑞也受到大家的指责 在最后关头 萨道克原谅了他 并允许他们家跟在队伍最后一起迁徙 在迁徙路上 诺瑞的父亲因为脚伤而止全家掉队 这时怪老头突然从车后冒出来 帮助他们继续前进 精灵巡逻队员亚龙被一些奇怪的家伙拖进地道 在地道里他看到一些被关押的犯人 这些拖拽他的奇异家伙不仅长相丑陋 而且都用破布裹着自己 看起来就像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衣服 亚龙还看到一个凑过来的和精灵一样耳朵的家伙 这些伴兽人被称为奥克 早期的奥克是魔狗斯用抓住的精灵制造的精灵奥克 亚龙看到的就是一个精灵奥克 奥克非常害怕太阳的照射 为了躲避太阳的灼烧 他们用破布包裹自己 给囚犯带上长长链子的脚镣 让他们去阳光中劳作 而不会逃跑 奥克声称他们是在完成阿达尔的命令 阿达尔是精灵语 亚龙发现不少同袍都被囚禁于此 这让他充满了茫然绝望的神情 但很快亚龙和同袍们发现 这些奥克袭击村庄和绝地三尺 似乎是在寻找什么 这让人马上想到了 温杰儿子手中的那把残剑 精灵们决定发动一次逃跑 只要一个人逃出去 就能找来援军 闲聊的精灵惹怒了远处的奥克 奥克命令精灵继续挖 但是一棵大树挡住了去路 奥克要求把树砍掉 被热爱树木的精灵一口拒绝 奥克就拿出一袋水诱惑他们 趁口渴的精灵仰头喝水之际 割断了一个精灵的喉咙 愤怒的亚龙为了不扰乱逃跑计划 同意砍掉树木 机会终于来了 亚龙和同伴施展鬼角七的连环角 掀起铁链把奥克打得嗷嗷叫 另一边的精灵囚犯伺机砍断锁链 奥克看守赶到 杀死了一名逃走的囚犯 抓起铁链与精灵开始了一场拔河比赛 精灵的力量不抵奥克 说是迟那是快 亚龙用斧头砍断了遮阳棚 奥克们在阳光下四散奔台 这边囚犯们又开始继续砍锁链 奥克不得不放出浮怕光的座廊 座廊好熟悉的名字 眼前瞬间浮现魔术世界里的座廊 不过这头座廊真是有点丑萌 那乌溜溜的大眼睛 不知为何充满了喜感 不过他还是很凶残的 上来就咬死了两颗 亚龙小宇宙爆发 呼声揍作狼 并困住了一群二颗 可惜最终逃跑的那个精灵还是被杀死了 逃跑计划失败 亚龙却死里逃生的被带去见传说中的阿达尔 当精灵加拉德瑞尔登上努门岛时 弥瑞尔就感到很紧张 虽然在大议会上并没有表现出来 但他提着灯夜访高塔上的父亲时 是很紧张的表情 他的紧张不仅仅来自于预言 还有自己的噩梦 他梦到白树花瓣飞散 岛屿被海水淹没 白树花飞散在这里成了一个重要的符号 几个被揍的铁匠工会会员当街表示不满 显然属于中王派 他们提出精灵们会抢走自己的饭碗 并煽动市民抗议弥瑞尔公主收留精灵的做法 法拉宗的儿子马上就把消息告诉老爹 剧中把法拉宗设计成一个事事轻力轻为 深入民间体察民情 情政未民的国师 他出面平息了这场民怨 向广场的市民保证 精灵不会抢走国家 并请大家喝酒 法拉宗的儿子在柱子旁 开始追求埃兰迪尔的女儿 埃亚瑞恩 这两个人物应该都是虚构的 在原著中 法拉宗没有儿子 埃兰迪尔也没有女儿 凯兰把从图书馆找到的 索隆阴谋的证据拿给弥瑞尔看 弥瑞尔很生气 他生气精灵违抗命令 偷跑出去翻阅图书馆 还用神秘小子哈尔偷东西打人 凯兰为哈尔开脱 说他不是个普通的闹事者 是个南方某国的流亡王子 这个开脱真是说不过去 王子也不能随便打人吧 紧接着凯兰就请求 弥瑞尔一同对抗索隆 弥瑞尔马上就拒绝了 并要审判哈尔 并且表示会谈结束 凯兰大眼睛狠狠地眨了一下 暗下决心要闹点动静出来 向将要离去的弥瑞尔提出 自己要见老国王 这句话可是碰了逆龄了 弥瑞尔马上就把凯兰丢进了监狱 依稀在海洋试炼上 恍惚听到神的呼唤 于是他开始犹豫 然后放掉了绳索 致使自己和两个伙伴 一起被踢出了训练队 从此失去了单个船员的机会 同伴对依稀感到非常神奇 犹豫的小船说翻就翻了 亚龙终于见到了奥克门嘴里说的 阿达尔 阿达尔是个精灵的奥克 被奥克门称为父亲 这位父亲对奥克门也是充满了爱 杀死一个重伤不治的奥克 阿达尔都难够地流下眼泪 而且他与亚龙聊起了精灵的故乡 满满的不舍和思念 这个情节设计 让本集里的黑暗史离充满了人性的光芒 这也让警惕的亚龙充满困惑 最后阿达尔把亚龙放了 让他回去给人类报个信 担心温姐安危的亚龙 放下手中的小武器 接受了安排 温姐和村民们躲在精灵哨塔里 还不断有逃难者涌入 很快食物就所剩无几 温姐的儿子西欧提出 趁白天奥克少的时候 回村庄去拿粮食 温姐觉得太冒险了 拒绝了儿子的提议 但是西欧并不甘心 悄悄带着残剑 喊上伙伴就摸回了村庄 果然 他古迹的不错 几乎没有碰到奥克 也拿了不少的食物 在路过一间酒吧时 胆子越来越大的西欧 不顾伙伴的反对 执意要进去搜索食物 结果和一只奥克撞回了 情急之下 西欧拿出残剑 与奥克打斗 被砍伤后 躲入一个水井 伙伴听到声音 丢下西欧就逃跑了 而奥克 发现了苦苦寻找的残剑 就在西欧手里 他大声呼唤伙伴 一会儿就乌泱泱地来了一群 这里 真是应该给一个黄昏的镜头 不然他以为奥克为了剑 都不怕阳光了 西欧在水井里一直躲到黑夜 然后决定逃跑 其实这里也应该再给一个动机 伤口流血过多 或者奥克声音远去什么的 不然 白天奥克少的时候都不跑 晚上奥克多的时候跑 有点说不过去 然后西欧一路跌跌撞撞 最终还是被奥克抓住了 危急时刻 亚龙救了西欧 两人在森林里一路奔逃 遇上赶来找儿子的温姐 三个人终于跑出了森林 朝阳破云而出 挡住了奥克的追捕 这里的构图很舒服 阳光中三人的剪影 还有身后飞来的零星剑雨中 三人起身离开 之后 回到少塔 温姐对亚龙表示感谢 亚龙也说出自己回来 是为了给大家带信 奥克的首席 奥克的首领阿达尔声称 这片土地已经归他所有 想要留下的人类必须臣服于他 一个着魔的老头子找到西欧 告诉他拥有这把残剑就必须侍奉剑的古人索隆 这让西欧恐惧不已 矮人的建造效率令埃隆赞叹 凯勒领主在一旁想起了顾娇 也就是埃隆的父亲 埃雅仁迪尔 这令埃隆感到有些伤感 凯勒领主对都林王子 咄咄闪闪闪的状态很焦虑 埃隆便来到了 卡扎都母想一问究竟 结果都林不在 都林的妻子也满嘴跑火车 让埃隆不好揭穿 干脆就躲在桥头 等待都林回来读唇语 埃隆从都林提到了旧矿 猜到了都林在镜湖下 挖什么宝贝 于是就找到了旧矿 并在旧矿里 用都林的孩子们 吟唱的一段童谣 打开了秘密通道的大门 把里面正在挖矿的都林吓了一跳 这简直是特攻埃隆啊 在埃隆发誓不会泄露之后 都林王子说出了自己在镜湖下 发现了秘银矿脉的事情 并送给了埃隆一小块做纪念 谁曾想这是旷空突发崩塌 还好大家都没事 但惊动了国王 都林王子迁怒父亲 禁止开采 才导致偷挖出现事故 埃隆劝慰他 珍惜这去日无多的父子缘分吧 自己想要得到父亲的关爱 都是奢望了 都林深受感动 与父亲和好了 并且父子决定要对凯勒领主忽然而庞大的制造计划 背后隐藏的真实原因一探究竟 回到努门岛 法拉宗突访监狱 要将凯兰押送上船送回维琳诺 凯兰战斗力爆棚 反手就把卫星一股脑都关进了牢房 这太让人茫然了 那么厉害为何开始会被关进来呢 接着凯兰就直奔老国王居住的高塔 在塔上见到了已经病入膏肓的老国王和陪在一旁的弥瑞尔公主 弥瑞尔带凯兰触摸了魔法石 凯兰看到一言中的警校 他告诉弥瑞尔 也许和精灵合作是拯救弩门的机会 结果如果都是灭亡 何妨一试呢 弥瑞尔再次拒绝了凯兰 第二天凯兰在众目睽睽下被送上了小船 弥瑞尔正准备回到皇宫 向市民宣布自己的选择时 忽然白树花板纷纷落下 就像魔法石里的预言一样 这个镜头下 弥瑞尔惊恐不安的表情 暗示着弥瑞尔正在激烈思想斗争 最后弥瑞尔向市民提出 支持精灵进攻中州南方大陆的锁龙势力 这时凯兰从幕后走了出来 弥瑞尔在最后时刻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在演说中充满力量和情感的语言 使市民们受到深深的鼓舞 永远拥护出兵 毛角族迁徙的队伍浩荡荡地走了很久 诺瑞家在神秘老头的帮助下顺利地跟上了大部队 朝夕相处中 神秘老头不仅可以与诺瑞简单地交流 也与诺瑞的家人感情越来越好 但路途变得越来越凶险 沿途的树林都凋零枯萎了 毛角族村民认为这不同寻常的状况 是神秘老头带来的厄运 向萨道克要求扔下诺瑞一家和神秘老头 这时狼群突然出现了 追着诺瑞和波比而来 危急时刻 神秘老头只身挡住他们 并用神力击退了狼群 手臂受了伤 此举让神秘老头获得了毛角族村民的尊敬 诺瑞兴高采烈地带着毛角族的药膏来给他疗伤 正碰上老头自己再释放魔法治疗 好奇的诺瑞伸手触摸 险些受伤 受了惊吓后 仓皇逃跑 温姐动员塔里避难的村民一起对抗奥克 可是酒吧老板发表不同意见 认为对抗只会丧命 投降至少还可以活命 于是大量的村民跟着他离开了少塔 选择保命投降 他们来到奥克营地 酒吧老板带头向埃达尔跪地臣服 口口声声愿意侍奉索隆为主 埃达尔一把抓过一个小子 扔给酒吧老板一把刀 让他杀个人做投名状 酒吧老板拿起刀为了保命 丢失了人性 少塔里 亚龙耐心教温姐的儿子西欧射箭 西欧对亚龙的动机感到很疑惑 他说自己不喜欢精灵 因为从小自己就在精灵的坚实中长大 然后问亚龙为何明知会死还不离开 亚龙表示正因为自己与人类相处了几百年 所以愿意留下来与人类并肩战斗 这番话让西欧对亚龙瞬间好感爆棚 于是拿出了藏着的残剑给亚龙看 亚龙告诉温姐这把残剑正是奥克们寻找的东西 为了这东西他们很快就会来 温姐决定拿着这个东西去向奥克换取全部人的性命 亚龙反对 两人正在讨论中 温姐突然想到了什么 抬头看向耸立的哨塔顶端 鲁曼王国在积极准备海上军队 依西向父亲请求加入舰队被拒绝了 这是对依西放弃海洋试炼的惩罚 他告诉儿子 无法提供机会给一个没有取得任何成绩的人 另一边中王派的反对声音也日益高涨 几乎先翻了大议会的屋顶 对此 活使法拉宗沉默不已 埃兰迪尔的女儿 埃亚瑞恩也是反战人士 他请求法拉宗的儿子凯蒙去说服其父亲 阻止战争 法拉宗喝腿周围的人告诉儿子 这场战役可以在中州大陆建立鲁门的势力范围 中州的大量资源将称为鲁门王国的囊中之物 所以这场战争是百利无害的 他不会出面阻止 神秘小子哈尔终于得以在铁匠铺亲手打造了一把长剑 手艺精湛令人刮目相看 在战略上他也颇有见地 米瑞尔公主希望他能够在鲁门人登陆中州时 领导自己的国民给予地面战场的兵力支援 哈尔闪烁其词 凯兰主动代为承诺 尼塞尔被父亲召唤而匆匆离开 哈尔抗议凯兰的自作主张 而凯兰告诉哈尔 此心弩们会派出五百人和五艘船前往中州 这是帮助哈尔复国的大好机会 哈尔并不领情 舍下胸口的灰迹扔给凯兰 让凯兰自己去复国 然后转身而去 米瑞尔来到父亲身边 把自己与精灵的合作一一相告 没想到老国王却反对米瑞尔前往中州 认为这是黑暗的开始 这令米瑞尔困惑不已 离开皇宫 凯兰来到正在招兵的埃兰迪尔身边 看着笨拙的新兵忍不住亲身示范训练 凯兰迪尔顺时宣告 打赢精灵的就可以获胜中位 于是一群新兵跃跃欲试 可惜都不是凯兰的对手 在一场生动的教学课后 依稀的好友被提为中位 在晚上庆祝聚会上 依稀来找身为中位的朋友 道歉也挨了揍 希望能够参加队伍 但是还是被拒绝了 于是依稀偷偷躲到一艘出征的船上 正碰上对父亲劝阻无效的凯蒙提着灯来烧船 争夺中船还是被烧了 两人及时跳入水中被绣了起来 达成协议的两个人 一口同声的说这只是一个意外 这起事故和老国王的反对 让米瑞尔公主再次犹豫了 凯兰认为势不宜迟 哪怕只剩下三艘船也应该按时出发 法拉宗则认为应该暂缓行动 先安抚一下日益高涨的反对声音 焦头烂额的米瑞尔公主 打算第二天再做最后的决定 并希望届时能得到哈尔的当面承诺 凯兰来找哈尔 为自己一直利用哈尔的身份道歉 试图说服哈尔第二天能够站在自己的一边 哈尔说自己做不到 因为他曾经带领自己的人民向索隆投降 而且发誓不会再回去 他不理解为何凯兰那么执着 凯兰告诉他 自己几百年来跟招魔一样的追捕索隆 众叛亲离都不肯放手 失去哥哥的痛苦一直无法释怀 成了一种心魔 也许只有一直战斗下去才能解开这个心魔 同时他说服哈尔 逃避不是解决痛苦的办法 面对才是唯一的对策 宿命如此 逃无可逃 至高王的晚宴上 埃隆和多灵王子 凯勒领主一起共进晚餐 至高王向多灵王子询问 卡扎多姆最近在挖什么动静很大 多灵王子拒不承认 至高王想继续追问 埃隆忙着打岔 独灵王子忽然转移话题 趁晚宴的餐桌是由稀有的食材制造的 矮人通常用这个材料来做纪念碑 于是至高王便答应把餐桌送给独灵 晚餐后至高王召见了埃隆 提起了西斯埃格利尔《山根之歌》的传说 传说中一个神圣的精灵 试图保护一棵被研磨毁灭的树 在双方敖战之中 树被闪电击中 树上携带的圣洁与邪恶 随着树根被电击入深深的地下 成为一条秘密的矿脉 矿脉里蕴含着两种对立的力量 在等待着挖掘的人 艾龙拒绝将都灵的秘密告诉高王 理由是自己发过誓 于是至高王带着艾龙看了被腐蚀的树 如果树林污染 精灵只能离开中周 那么失去精灵的中周 必将落入锁龙的魔爪 如果艾龙找到这个矿脉 至高王就可以阻止污染 这让以父亲之名起锅式的艾龙 感到左右为难 无奈的艾龙私下 把都灵王子送的秘密 拿给凯勒领主看 凯勒领主向艾龙说出了 他和至高王的秘密 原来凯勒领主的建造计划 只是个幌子 实则是利用艾龙和都灵王子的友谊关系 获得矮人当成宝贝的秘密矿脉 因为矿脉中蕴含的圣洁光芒 可以恢复维林诺被腐蚀的树林 艾龙无法说服自己违背诺言 哪怕关乎中周精灵的存亡 这时 凯勒领主又提起了艾龙的父亲 埃亚仁蒂尔 一个半精灵 孤身驾船去寻求众神的帮助 以一己之力拯救世界的事情 相依此感化艾龙 能够像他父亲一样拯救精灵族 也是间接拯救世界 离开至高王的宴会 看着被抬出来的巨大餐桌 艾龙点破桌子的事是都灵瞎编的 都灵也看出艾龙心事重重 于是艾龙就把秘营 能够拯救精灵的事告诉了都灵 都灵在一阵错愕之后 就是满满的得意 他很享受主宰精灵命运的感觉 于是让艾龙对自己说了三遍才甘心 最后都灵王子决定帮助艾龙 去说服自己的父亲 山头上是远远注视的直高王 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鲁门王国的早晨 弥瑞尔公主的卫兵来召唤哈尔 哈尔在苦苦思索后决定面对宿命 全副武装的远征军出发了 在船上 伊西终于得到了一个位置 可惜是个清扫码卷的工作 不过这也让伊西心满意足 凯兰终于如愿以偿地 再次拥有了一支队伍 开始了新的征程 而且很高兴与哈尔并肩战斗 辽阔的海洋上是远门王国的舰船 伊西睡不着觉爬起来到马圈看马 又跑到甲板上眺望陆地 这时遇到了凯兰 凯兰告诉他过一会儿就可以看到陆地了 伊西惊叹凯兰的视力真好 凯兰觉得伊西很眼神 伊西自我介绍是看管马屁的士兵 凯兰安慰到低阶的工作可以学会谦逊 伊西表示自己不是为了谦逊来参军的 而是想要离开努门王国 因为这个国家并不是自己希望的样子 凯兰看出这个雄心勃勃的男孩 是埃兰迪尔的儿子 伊西变称自己更像母亲 太阳升起在海平线上 景色壮丽 凯兰迪尔出现在身后打断了儿子的聊天 伊西冷冷地打了声招呼就溜了 看着伊西的背影 凯兰问起伊西的母亲 埃兰迪尔说道 太阳升起的东方在自己眼里 更像是黑暗来临 言语间对这趟东方之行充满悲观 然后告诉凯兰 伊西的母亲是被淹死的 埃兰迪尔来向弥瑞尔公主汇报 很快就可以到达中州大陆了 计划中他们将沿水路深入内陆 然后翻越峡谷进入平原 阿达尔带领奥克来到了哨塔前 对他门里面却空无一人 亚龙独自躲在角落 阿达尔注意到石壁上的奇怪雕像 奥克来报 哨塔空无一人 阿达尔不信 因为他说他闻到了精灵的味道 这时亚龙现身射死了几个奥克 然后引发了机关 安全脱身 大门关闭 哨塔徐徐倒下 来不及逃跑的奥克门 被埋在了底下 看着计划成功 提前撤出的温姐和村民 赶回村庄准备防御攻势 回到村庄的亚龙 绞尽脑汁都没有办法推毁残箭 只好找地方又藏了起来 温姐安排大家积极准备 利用村口的一座石桥 作为战略要点 亚龙也努力给村民们鼓舞士气 西欧想要参加战斗 温姐安排他去保护 躲在酒馆里的老弱妇孺 离开时 他请求母亲再给他讲一遍 为驱散自己儿时噩梦的真言 说完后温姐拥抱了儿子 西欧勇敢地拿着武器 与母亲告别 战役前的宁静 亚龙问温姐准备好了吗 温姐吐露自己并没有准备好 亚龙拿出挂在胸口的小瓶子 里面是阿尔费林的种子 他拿出两颗递给温姐说 按照精灵的传统 美红大战之前就应该种下两颗 温姐心领神会 这是蔑视死亡 祈求新生的象征 两人约定好 如果活下去 就一起在新的家园 种下剩余的树种 夜晚 短暂的寂静后 浩浩荡荡的奥克军队 举着火把来到村子 他们陆续通过了石桥 按照计划 本该点燃木头车子的温姐 打火时却失效了 运气好在 一个盼目的奥克送来了火把 点燃的稻草车 把奥克堵在了路上 屋顶的村民开始射箭 按很快 奥克就突破包围 直奔小酒馆 刚走到小酒馆门口 周围南部的村民一拥而上 以奥克奋战 亚龙则被一个大坡的奥克缠住了 明显趋于下风 灯及时刻 温姐及时补刀 战斗非常顺利 这支奥克队伍很快就被歼灭了 站在大家欢呼时 亚龙却发现 被杀死的大部分是那些投降的村民 这时剑雨从天而降 真正的奥克队伍已经在黑暗中包围了村子 没有防备的村民纷纷被射翻 大家仓皇地逃入酒馆 温姐也中箭不起 她让儿子给自己取箭 然后用燃烧的木棍灼烧伤口止血 很快奥克门就攻破了酒馆 抓住了所有的人 阿达尔要求亚龙交出残剑 亚龙则要求放掉村民 阿达尔可不吃这一套 直接开始杀人 当杀到温姐时 西欧为了救母亲主动交出了残剑 正在这时 母门骑兵冲入村庄 喝草剂一样把奥克门层层收割 亚龙告诉凯兰 奥克首领阿达尔拿走了重要的东西 阿达尔看着大势已去 拿着残剑上马夺路而逃 凯兰侧马追去 哈尔也尾随而去 西欧为这则帅气的女精灵惊愤 亚龙自豪地告诉她 这就是精灵北方司令 加拉德瑞尔 在树林里的追逐中 凯兰几乎追上了阿达尔 千军一发之时 哈尔将阿达尔做其次番 滚落在地的阿达尔 还不忘去拿掉落的残剑 被哈尔一毛刺开手掌 哈尔目露凶光地 看着眼前这个精灵奥克 问她是否认识自己 阿达尔迟疑了一下 却否认了 哈尔正欲了结她 被这时才折返回来下马的凯兰制止住 回到村子 凯兰开始审问阿达尔 请问她是否是被魔狗斯抓走 并被折磨而成的精灵奥克 阿达尔称自己宁愿被称为乌鲁克族 凯兰询问她的主子索隆在哪里 阿达尔冷笑着不回答 当凯兰威胁要把那些乌鲁克族 拿去晒太阳时 阿达尔终于开口了 他说索隆从魔狗斯失败后 就一直在致力于团结 刺散的魔狗斯余孽 说服大家前往北方寻找黑暗的力量 但却一直都没有找到 还杀死了不少奥克 为此自己一怒之下就把她给撕碎了 这种鬼话凯兰当然不信 但是阿达尔言之凿凿 他嘲笑凯兰杀不了索隆 才不会相信别人也能做到 凯兰认为这个阿达尔 只是为了掩护自己的主子索隆 阿达尔告诉凯兰 这些奥克也是有生命的 也应该享有生命权 而这块土地迟早是奥克安身立命之所 凯兰根本无法接受魔狗斯创造的奥克 也算一个种族 这群恶魔根本应该彻底消失 发誓会把奥克赶尽杀绝 让阿达尔亲眼看着 自己所谓的乌鲁克族子民灭亡 最后会用她的生命 来为奥克的覆灭 话句号 阿达尔嘲笑道 凯兰的这些话才是被黑暗污染的精灵 凯兰所苦苦寻找的索隆 指不定就是凯兰自己呢 这话气得凯兰拔刀就刺 被哈尔及时制止了 凯兰站起来愤愤而去 阿达尔询问哈尔到底是谁 哈尔没有回头 默默地离开了 凯兰感谢哈尔及时制止自己做傻事 哈尔说道 彼此彼此吧 凯兰喃喃自语 一定要放下过去 重新做回自己 这句话仿佛是在劝慰自己 又像是在说叫哈尔 一或者两者都是 哈尔说曾经自己也觉得做不到 但今天与凯兰一起并肩战斗时 那种感觉让自己久违而又不舍 只希望永远拥有 凯兰说自己也有同感 正在这时 弥瑞尔公主召见了哈尔 哈尔走后 凯兰把沾满黑色血液的匕首 在残剑包裹上擦拭干净 村民们在庆祝胜利 亚龙带着温姐来见弥瑞尔公主 弥瑞尔公主对她的勇敢大家赞赏 认为温姐有领导才能 温姐赶忙拒绝 自己无力承担此重任 弥瑞尔公主暗示她 如果有人可以承担此重任呢 紧接着就把她引荐给了哈尔 温姐低头看见哈尔的灰迹 弥瑞尔公主的意思让她瞬间明白 于是高呼眼前这个人 就是诸神承诺给予人类的国王 不明就里的村民一脸的疑惑 弥瑞尔公主及时拿起酒杯 带领大家欢呼庆祝 南方大陆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国王 亚龙向凯兰感叹 人类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 凯兰表示精灵等的时间更久 然后把残剑交给亚龙保管 亚龙发现躲在一边郁郁寡欢的西欧 西欧还在为自己交出残剑而自责 亚龙安慰她 她的选择并不是错 但西欧告诉亚龙自己并不完全是为了这个 而是有一种浓浓的不守 那把残剑让自己感觉自己很强大 失去时非常失落 亚龙告诉她 那就应该摆脱她 把她交给努门人 请他们回去时丢入大海 说完信任的把残剑包裹递给了西欧 就自己离去了 西欧打开包裹大吃一惊 残剑已经被吊包了 那个发誓效忠所容的古仓风老头 不知何时偷了残剑 他来到金陵哨塔 用残剑打开了一个开关 顿时整个哨塔下的水坝 闸门被打开了 上游巨大的水流冲向了峡谷 峡谷村落中的鲁门的马惊呼不已 这让伊西感到束手无策 父亲埃兰迪尔成功地安抚了马 并告诉伊西 马会了解主人的情绪 伊西好奇父亲怎么会懂这些 埃兰迪尔告诉儿子 这是伊西的母亲教的 对于母亲的思念 化解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 忽然来自远处山崩地裂的声音 引起了两人的警惕 从奥克洼的地洞里喷出的水柱 打破了村子里刚刚获得的邻近 奥克门大喊一个名字 奥克门洼的地道把水汇集到一起 流入火山下翻滚的岩浆中 冷热香蕉 巨大的水蒸气和浓烟冲破火山口 巨大的火山喷出滚滚的浓烟 紧接着岩浆喷涌而出 奥克门趁机开始报答 村民和努门士兵乱作一团 纷纷寻找躲避物 滚滚浓烟热气呼啸而来 凯兰顿时被浓烟吹水 凯兰从火山灰中醒来 一切都笼罩在红色的烟尘中 周围烈火逐天 声明涂炭 只听见哀嚎不断 凯兰碰上正在找母亲的西欧 带着她离开了这片焦土 路上西欧还想回去村庄 凯兰告诉她必须放弃了 这个被火山灰笼罩的地方不再适合居住 只有奥克才能在这种环境中生存 西欧不甘心 但被凯兰死死拽住 西欧不理解凯兰为何表现得如此悲愤 这并不是眼前这个女精灵统帅造成的 而凯兰认为这就是自己的错 大概是觉得自己错在太轻敌了 凯兰带着西欧前往努门舰队的营地 凯兰把精灵配件递给了西欧 并告诉她 战争不仅是战胜世界上的黑暗势力 也要警惕内心萌发的黑暗 这令西欧瞬间敬佩不已 两人在路上险象环身地躲过了一群 狭路相逢的奥克队伍 西欧以为自己的母亲已经遭遇不测 伤心之时问起凯兰是否有亲人死于奥克之手 凯兰说自己的哥哥死了 自己的丈夫下落不明 另一边 伊西从废墟中救起了好友和米瑞尔公主 自己却被突然倒塌了房子 埋在灰镜中 埃兰船长护送大家撤离 在队伍中寻找着儿子的身影 却屡屡失望 这时伊西的好友 护送着米瑞尔公主出现在路上 埃兰船长听到关于儿子噩耗 悲痛不已 强打精神护送米瑞尔公主前往营地 路上却发现米瑞尔公主的眼睛失明了 米瑞尔自己也发现了 她命令不允许透露此事 回到营地再说 来到营地 凯兰船长集结好队伍 准备登上舰船 伊西的坐骑怎么也不肯离开 无奈之下 埃兰船长只好把马放开 脱缰的马儿直奔伊西 遇难的村庄而去 埃兰船长痛心疾首的悔恨 自己听信精灵加拉德瑞尔的话来中中 导致失去儿子 西欧和凯兰终于来到了营地 西欧在伤病员帐篷找到了母亲和亚龙 凯兰去见米瑞尔公主 正遇上埃兰船长向公主汇报 舰船已集结完毕 等待回城的命令 凯兰见到了失明的米瑞尔公主 向公主诚恳道歉 埃兰船长拒不接受 认为应该马上回城结束这个错误 米瑞尔公主却坚决要为此次死亡和受伤的士兵 为自己的眼睛而复仇 向埃兰船长下令继续前进 埃兰船长终于忍不住丧子之痛 痛哭流涕起来 见完米瑞尔公主 温姐带着凯兰来见身受重伤的哈尔国王 伤口腐烂很严重 是受了黑暗魔法的伤害 需要精灵的药剂才能医治 凯兰也正好向制高王禀告 事不宜迟 凯兰带着哈尔上马直奔林顿 埃达尔如愿以偿地占领了被火山灰笼罩的土地 滚滚的浓烟不断从火山喷出 遮天蔽日 奥克们也不需要再裹着遮光的破布 兴高采烈地高喊阿达尔的名字庆祝胜利 毛角族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却发现果园全被焚烧殆尽 萨道克向神秘老头请求帮助 因为他的神力被大家认为无所不能 神秘老头对着果树喃喃低语 继而高声哭喊 一个好奇的孩子挤到前面 差点被折断的树枝压倒 并非诺瑞及时保护 魔法之后一切如故 神秘老头的法术似乎没有尖效 大家对他充满失望 萨道克把那张被神秘老头烧残的星座图送给老头 告诉他远处山下可以找到人类的定居点 也许人类可以带他找到这个星座 神秘老头来到诺瑞家 但没有见到诺瑞 老头正想离开 诺瑞走上前送上一个漂亮的苹果 目送老头离开 第二天 所有被烧毁的果树神奇的复活了 而且都找满了苹果 包括周围所有的植物都死而复生 结满果实 大家忙着把大风车堆满 准备启程前往下一个定居点 打水的波皮在小溪边发现一个大脚印 晚上波皮和诺瑞发现苹果树边冒出了三个神秘人 他们是找神秘老头的 诺瑞勇敢地挺身而出 给他们指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他走那边 却把危险引向了自己 诺瑞的爸爸和村民一起出来保护诺瑞 但神秘人法力强大 不仅徒手捏吸了火把 吹口仙气就摔掉了所有的大口车 这让诺瑞为神秘老头担心起来 决定去追老头报信 诺瑞的母亲 好友波皮 萨道克组成了四人小分队 追着神秘老头而去 艾龙带着至高王的珠宝来见矮人国王 称精灵族为了换取对秘营矿卖的使用权 愿意连续五百年向卡扎多姆的矮人王国赠送家具 动物古物 以及来自古老森林的木材 老国王对此表示怀疑 艾龙真诚地跪地恳求 希望国王相信自己 并拯救精灵 但还是被拒绝了 多灵王子对父亲的决定很不满 他告诉父亲自己不能丢下朋友不管 但是老国王告诉儿子 精灵的命运如果果真如此 那就是命中注定的 那些造势之神难道不比矮人更有智慧吗 矮人绝不能去触碰那些脆弱地表下的秘营 否则会把卡扎多姆的整个矮人王国都搭进去 多灵把父亲的决定告诉了妻子 妻子气横横地说老国王已经昏头了 并建议都灵偷偷地把命运挖出来 只要挖掘是安全的 就可以说服老国王 但是都灵觉得不应该委逆国王父亲 无视国王父亲的命令 是给孩子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这时艾龙来了 说自己要回去向至高王赴命 都灵问艾龙是不是来跟自己告别的 艾龙温文尔雅地回答 精灵们从不告别只会祝福 他祝福都灵向善而行 然后就把那块秘银还给了都灵 如同诀别般转身而去 都灵伤心不已坐在桌前 眼前的秘银瞬间驱散了旁边树叶上的黑色瘟疫 事实证明 秘银能够拯救精灵并不是谎言 都灵大声地挽留艾龙 都灵王子带着艾龙挖出了矿脉 正当两人高兴不已 国王带着卫兵把两人抓了起来 他为都灵违逆国王命 大发雷霆 都灵却认为自己没有错 并指责父亲事事都要反对 独断专行 蛮横无理 毫无人情 气得老国王一把扯下都灵脖子上的家徽 愤怒而去 艾龙也被赶出了矮人王国 都灵的妻子安慰丈夫 老国王已经因为衰老而昏溃了 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自己将永远支持丈夫 老公王命令士兵将迷营的洞口封锁 矿脉通向深深的地下 地下深处隐约可见矮人族的死敌 都灵的克星 研磨 努门王国的老国王已经气息奄奄 法拉宗把设计师都叫来给老国王制作纪念石像 每个人都有一小时的临摹时间 艾兰船长的女儿艾雅在给老国王画像时 老国王忽然醒过来 把她错当自己的女儿弥瑞尔 告诉她如果不尽快与精灵恢复关系 鲁门王国的岛屿将会沉没 然后回光返照般爬起来打开了一扇密门 艾雅走进密室 扯下预言石的盖布 艾兰船长护送弥瑞尔公主回鲁门 公主在船舱里偷偷学习 努力适应黑暗中行动自如 这时公主才向艾兰吐露 自己也是忠贞派 张船驶入鲁门王国 所有的舰船上全挂上了黑色的旗帜 三个神秘人追上了怪老头 一见面就向他顶礼膜拜称他为锁笼 然后开始努力唤醒老头的记忆 并说是特地来迎接索隆回领地的 老头一听领地就掏出了星座图 他们告诉老头 领地叫做鲁恩之地 在那里就能看到图上这个星座 而且在鲁恩还能让索隆恢复和掌握力量 到时候就可以让这个世界所有的森林成谱脚下自甘为能 他们的话就像咒语一样围绕着怪老头 让老头感到力量爆棚 不受控制的开始疾风咒语的召唤力量 这让锁笼之仆吓了一跳 赶紧把怪老头弄晕准备带走 忽然他们发现周围有可疑的动静 搜索而去 树丛里是赶上来的毛角族小分队 引开锁笼之仆后 就去救怪老头 谁知醒来的怪老头一脸的凶恶 萨道克一把抱住老头的腿 让诺瑞波比赶紧跑 结果自己身负重伤 原来这个怪老头是锁笼之仆幻化的 当他们要杀死诺瑞时 真正的怪老头醒过来 保护了诺瑞 但明显法力不敌对方 很快就陷入劣势 波比和诺瑞妈又开始主动吸引火力 诺瑞趁机拉住老头一起跑 并告诉老头别相信锁笼之仆说的话 要跟随自己的内心 怪老头恍然大悟 站起身来捡起锁笼之仆掉落的法杖 一通咒语 就把认错人的锁笼之谷送入了第一 黑暗消散太阳升起 萨道克也走到了尽头 怪老头告诉诺瑞 自己必须去一趟鲁恩之地 诺瑞虽然反对但无法阻止 这两人坐在一起聊天的场景 真有点指环王的及时感 毛角族村又将踏上迁徙的路 家人为诺瑞准备好行李 支持诺瑞跟着怪老头一同启程 去开启毛角族人的冒险之旅 被矮人赶出来的艾龙告诉凯勒领主 只能尽快禀告制高王并准备离开中州了 这时凯勒带着哈尔匆匆来到 哈尔得到了精灵的治疗 艾龙向凯勒道歉自己应该相信他 凯勒则告诉艾龙自己的经历 两人决定定期前嫌 一起面对这黑暗时刻 凯勒领主的屋子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奇迹般康复的哈尔声称是来找凯勒的 在听说对方就是凯勒领主后 马上一脸的崇拜久仰的样子 让凯勒领主很是受用 紧接着他就拿起桌上的秘银 颇有经验的和凯勒领主交流起来 很快就与凯勒领主成了 相见恨晚的莫逆之交 至高王清零艾瑞吉安 凯勒提出用唯一的那块秘银 可以做出拯救精灵的王冠给至高王 至高王觉得这个想法非常不靠谱 艾龙却觉得可以试一试 但是至高王认为已经没有时间试错了 自从南方的火山爆发后 维林诺的森林的树叶不断掉落 如果等到最后一片树叶掉光 那就连撤走的机会都没有了 凯勒不甘心地说 这个想法来自南方小伙的启发 如果制造成功 这个杰作将蕴含着强大的精神力量 强大到可以控制任何肉体 这句话马上引起了凯兰的警惕 至高王则坚决回绝了凯勒的建议 并要求他尽快解散工匠 安排领地的精灵们离开 至高王走后 凯兰向凯勒领主追问 这个想法是不是来自哈尔 凯勒领主马上吞吞吐吐吐 含糊其词地敷衍着离开了 埃隆追上了至高王 要求再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 至高王告诉他 这一切都没有什么意义 但埃隆坚持任何一点希望 都要试一试 凯勒领主开始了制造计划 哈尔不离左右地在旁帮忙 这令凯兰越发地怀疑哈尔的身份 于是暗中开始调查 秘赢的锻造并不顺利 不断地失败 似乎让凯勒领主越挫越勇 在哈尔的帮助下 不断地重新尝试着 凯兰终于查到了 哈尔手里的灰迹所代表的王国 早已灭亡了一千多年 而且也没有关于继承人的记载 他当面只问哈尔的真实身份 哈尔也就不再隐瞒了 承认他就是索隆 凯兰拔刀就刺 却被索隆抓住手腕 带入了幻境 索隆变身成凯兰死去的哥哥 蒙骗凯兰说 他和索隆的目的都是为了平息战争 只要结果是和平 何必去计较是黑暗还是光明 帮助索隆实现统治就能结束战争 被凯兰识破 索隆又把他带到大海上 试图用身处绝境的哈尔来说服凯兰 告诉他绝境中只有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何必管他用什么手段死多少人 凯兰怒斥 索隆是摩狗斯的走狗 花言巧语的索隆马上否认 表示自己也是迫于威胁 从摩狗斯失败后就努力洗心革面 而且凯兰当初对哈尔也说过 放下过去的错误 重新来过就好 说完就开始诱惑凯兰 承诺让凯兰成为女王 凯兰再次拒绝了他 恼羞成怒的索隆告诉凯兰 精灵马上就要滚出中周了 只要凯兰臣服于自己 他就可以帮助精灵 况且同胞并不欢迎凯兰 士兵也不追随他 朋友和国王都想让他滚蛋 如果再知道是他救了索隆 还把索隆带到艾瑞吉安 精灵王国不怎么想 凯兰又一次拒绝 被索隆投入了大海 正当他将要窒息时 被艾龙救了起来 凯兰以为这只是一个幻境 逼着艾龙说出第一次相遇的情景 才敢相信 当凯兰听说 凯勒领主即将完工 就忙着赶去阻止 但却晚了一步 索隆已经跑了 凯兰告诉凯勒领主 必须要做三个 一个容易堕落 两个容易分裂 三个才是平衡 而制作的材料 需要维林诺的 至纯之精和至纯之银 凯兰拿出了自己的匕首 当溶解匕首的液体中丢入秘影 两者成功地融合了 这时艾龙感到不对 他再次来到救起凯兰的水边 发现遗落在水草中的卷轴 上面记载着哈尔身份的线索 这时三枚精灵之戒 已经制造出来 艾龙握着卷轴 眼中闪过对凯兰的疑惑 感谢观看